美国希望台湾变成乌克兰 用他的方式打仗 什么样的方式就是乌克兰的方式 撑得越久越好 从2月撑到现在 撑到怎么样 14个城市被飞弹攻击 撑到民众到处逃 逃到波兰 逃到全世界各地 家也回不去了 房子也被炸毁了 那家里面的男丁很多都不在了 对不对 剩下老人 女人 小孩 家破人亡的概念 那是未来台湾的图像吗 我跟你讲乌克兰 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更惨的时候是什么呢 之前开战的时候 基础设施都没有炸 所以那时候基辅都还一直有电 哪里是火 消防系统还可以过去 所以我们就从画面中看到 整个基辅也好 还有整个乌克兰 它的基础设施都是在的 这表示什么 表示俄罗斯在对抗乌克兰的时候 有它特殊的目的 它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毁灭 但是自从那四区公投通过乌克兰 开始不断的反攻之后 俄罗斯的定调 整个战争不一样了 现在是俄罗斯的领土被入侵 你要入侵我开什么玩笑 我大国 所以就毫不迟疑 现在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来了 电厂GG了 乌克兰即将大停电 你想想看 现在冬天 我们停电就只是停电 他们还有供暖的问题 冷死 真的是冷死 而且停电按摩摩怎么办 难怪中国大陆 今天又看到印度疯狂撤侨 之前那么紧张 二月开战的时候 中国大陆都没有撤侨 很多国家撤侨 中国大陆没有撤侨 那时候看到中国大陆没有撤侨 大家就觉得 应该是还好 对不对 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非常好 所以中国大陆有没有撤侨 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现在中国大陆真的撤侨 昨天我们做内提流量也很棒 大家去看一下 中国大陆教科术式的撤侨 你知道那撤侨充满了科技感 有没有 你选A方式B方式C方式 记得扫二维码 手机拿出来扫一下 你就可以进到那个A方式里面填资料 哇 这种撤侨方式很酷 教科术式的撤侨 但是你手机千万不要掉 我们今天讨论手机掉就完了 你知道吗 我是谁 我在哪里 完全不知道 处于失忆状态 但确实让大家看傻了眼 可以用这样的撤侨方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办 到处都是封烟 然后真的居民靠柴火来煮食 很多地方真的就是已经 已经没电了 怎么办回到原始社会 从10号开始 持续对乌克兰能源跟关键设施 大规模的攻击 泽伦斯基告诉大家 至少30%的发电厂被炸毁 各地陷入大规模停电 不只是停电 俄罗斯他说俄罗斯在冬季来临前 攻击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 这跟恐怖袭击无疑 那普丁也有话要讲 普丁说什么呢 新纳粹分子使用恐怖手段 破坏重要设施 安排暗杀地方政府机关代表 我一直想看新闻 我们现在看到台湾新闻 西方的媒体口径是一致的 当然就是站在乌克兰这一方 那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这个没有什么特殊力 讲挺谁不挺谁 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把双方的陈述 双方的意见跟看法都放在里面 让大家自己去判断 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你怎么看待乌克兰接下来会有多次 停电呢 冬天呢 我觉得在这种这个北方 这怎么撑下去 然后你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大陆的撤侨 之后印度也开始撤侨 印度同一天就在19号那天 呼吁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 当然我今天看了一下 这个印度的撤侨细节 当然就比较没有像中国大陆 那种教科书式的 让大家瞠目结舌 但毕竟印度这个动作也很大 是不是 然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告诉大家 因为乌克兰军队对于这个四区 公投过的四区 民用基础设施的炮击有所增加 这个讯息你在西方媒体 在台湾媒体就看不到 你只看得到俄罗斯多可恶 不断的去轰炸乌克兰 但是根据俄罗斯的说法是 乌克兰也对这四区公投通过 要加入俄罗斯的这个地方 也在进行基础设施的炮击跟摧毁 所以美国国务院当然就是料狠话 普丁此举是试图强迫跟控制的 绝望策略 谁比较绝望 现在这种战争 目前俄乌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 看起来大规模的正规军的打仗 好像有一点停顿 因为这种大规模这个正规军的对决 前一阵子我前几天我看到最大最新的一个恶军 事实上他在赫尔松地区有所斩获 他有所斩获 那乌军最近没有什么捷报 那乌军看起来的话 基本上这可能也是一种 我认为是乌军比较绝望式的反攻 那这种就会流于一种形式 就是说你用一种恐怖主义 暗杀或者说破坏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这场战争 把这场战争长期化下去 可是俄罗斯线看起来 过去他一直不攻击这个关键基础设施 关键基础 民用关键基础设施 他过去打的都是什么 什么这个指挥中心 然后这个弹药库 然后机场雷达站 他用这种精准打击 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就是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了以后 他基本上是打民用关键基础设施 这个一下你看短短一段时间 30%的电力被他毁掉 那这个毁掉会毁掉以后的话 这个会造成民生上 极大极大的不方便 然后呢战力 这个整个的有声战力 基本上的后勤补给 就会慢慢就会就会这样 就慢慢降低 最后他的整个的整个 作战能力整体的降低 所以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一个改变的战略 我觉得是会影响这个战局的 那这个战局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我认为目前正式军方 正式军力上面的 正规军力上面的冲突 看有降低的情况的话 我认为是美国跟俄罗斯 已经在接触了 基本上正在决定这个战争 大概未来的形态 大概怎么打的问题 那如果说就是说 11月中普丁跟拜登 在巴黎岛见面的话 那这个中间他们一定谈出一个结果 那另外就是说对欧洲来讲的话 可能欧盟现在也是积极希望这场战争 透过斡旋的方式把它解决 那前两天很奇怪的 就是这个阿联酋的总统 突然飞到这个 飞到这个俄罗斯 跟普丁见了一个面 那阿联酋事实上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 那可是他跟俄罗斯关系很好 所以阿联酋的这个总统飞了一趟 而且他是到这个 他不是到莫斯科 他到那个就是圣彼得堡 跟普丁见了面 所以外界有人在传 就是说他可能还是为俄乌战争去 所以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我觉得是内部只剩下这种游击的 这种破坏性的这种游击战 那么事实上整个战局 军事冲突上面 正规军的看起来有一点点停 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大国之间 对啦 但不管是正规军还是这个游击战 倒霉的真的就是人民嘛 老百姓很惨 这些说实话留下来的很多是走不掉的 对不对 经济能力好有能力的早就逃掉了 对 很多这个老弱妇孺 那我想问一下大清 这个北韩又是怎么回事 最近北韩这个闹腾 这个越来越大 有没有 18号深夜像朝鲜半岛 东西海岸发射了250枚炮弹 一个晚上250枚 19号的西部海域又是100多枚 而且刚好掉到了两岸的海上缓冲区 南韩气坏了 违反两韩2018年的平壤共同宣言 所以这个南韩很紧张 南韩什么 南韩媒体说南韩要求美国在南韩部署核弹 对不对 把自己变成一个刺猬 你敢弄我 我们双方同归于尽 跟这个波兰 波兰最近也不是要求美国在他们这个部署核弹吗 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说奇怪 这个金小胖是跟习大大过不去吗 因为现在是二十大期间 在过去呢 开这种大会的时候 通常啦 友好国家会比较克制一点 但这次好像不但没有 而且动作很大 你怎么看到这个南北韩的情势 北韩到底在图什么 对其实俄罗斯 中国大陆 北韩 他们等于是背靠着背的关系 他们彼此互相在支撑 那么互相提供一些相关的援助 那么但是在最近这段期间 你会发现中国大陆在开二十大 可是俄罗斯跟北韩并不平静 我看到中印疯狂撤侨这件事情 我有一点担心的原因是 中印会疯狂撤侨 它必然是得到来自俄罗斯的警告 对 这才是关键 要不然中印怎么以前不撤侨呢 怎么现在撤了 你说战争现在打得很激烈 以前打得更激烈 那以前都不撤 你现在撤是怎么回事 那你现在撤显然 俄罗斯针对他友好的一些盟友 或者是友好的一些国家 已经私下提出警告了 而中印相信俄罗斯 即将在乌克兰采取大动作 这个大动作究竟是继续疯狂投弹 还是要用战术核武 没有人知道 但是至少中印相信买单了 所以中印现在开始疯狂撤侨了 这是我认为 俄罗斯未来接下来 马上就会在乌克兰战场上 采取大的动作 那北韩的问题来了 北韩一向都是很听话 就是听中国大陆老大哥的话 因为他很多的援助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但是在这个时刻 北韩也不在意 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在开二十大 你说是北韩不给中国大陆面子 不太可能 还是 对我认为不可能 所以北韩必然得到了中国大陆某种的默契 他要进行他其他的动作了 那北韩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 你说南韩现在蠢到要去喊说在南韩部署核武 那南韩就是嫌命太长了 你知道就是你好端端的你干嘛要去引战上升呢 但是你现在要去做这些动作 你都在激起了北韩的这个对立的情势 那再加上北韩现在采取这些行动 他极有可能是为他马上要推的 下一次的核子试报开始进行铺路 而且北韩的这个形式风格 一向都是很难捉摸的 他是相当情绪化的 好的时候不得了的好 坏的时候吓死人的坏 他的状况就是如此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